妈妈想说 干嘛要做这么大的一个手术 都年纪这么大了 需要这样吗 后来我就告诉他们说 其实你们没有办法体会到 呼吸中止症 在半夜睡眠 整个身心状况 因为当时的那种感受 是非常的恐惧 有点像是梦夜的感觉 你的喉咙突然好像 被什么东西给锁住了 连口水都没办法吞咽的这种状况 就不是睡眠品质那么好 非常的浅眠的状况 大家好 我是Sarah 我在丰华诊所做症候手术 已经半年多了 这个手术到现在 很明确地改善 呼吸中止症的症状 都没有再发生 接近快50岁的年纪 但是我却有这个勇气 可以接受这样一个手术 恢复起来讲的话 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 很大的困扰 是我先生听了之后 他就说那没有问题 你趕快去做这样的一个治疗 所以他很支持我 接受这样的一个手术 因为咬合不振的问题 去找过牙科医师 他的评价是告诉我说 比较能够长期维持 真正的效果的话 还是要接受症候手术 咬合不振 并没有带给我 多大的不便利性 厚道 在我妈妈认为 台湾人来讲 算是好命的联系 所以并没有欲望 想要去改善 这样的一个状况 直到最近的两三年 半夜睡觉的时候 很容易因为 突然没有办法呼吸 一般人所说的 睡眠呼吸中止症 让我去查 呼吸道的那个肌肉 熟睡的关系 所以它容易塌陷 这个主要原因 也是跟我的上额 跟下额之间的错位 也是有息息相关 循着这个线索 就来到了风华诊所 寻找谢医师的帮忙 如果说可以熟睡到天亮 然后不会再为 这个呼吸中止症 所困扰的话 那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生活品质的提升 经过手术之后 就是告诉我说 你好像很久不见 好像变瘦了 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棒的收获 因为以前每次照相的时候 就觉得说 自己的鸟 好像看起来还蛮大的 这样子 跟我有相同的情况 睡眠呼吸中止症 或者是说 有脸型需要调整的问题 很推荐大家可以来风华诊所 寻找谢明吉医师